此时房间内气氛极为诡异 我第一反应就是想转身逃离 可此时我才发现 自己双腿像是灌了牵一般 完全动叹不得 这时那女人起身缓缓朝我一动过来 她眼睛死死的盯着我 接着就伸过来一只苍白的手 眼看那手离我越来越近 我只能拿着吊坠不停的祈祷着 可她的手却是轻轻的在我脸上摸了下 顿时我吓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她就轻轻的把我的眼泪擦去 此时我既害怕又纳闷 就问道 大姐 我跟朋友是来这找人的 没想到竟打扰到您休息了 无意冒犯 你就行行好放我俩走吧 那女人听后忽然疑惑道 我很吓人嘛 你好像很怕我的样子 说吧 她就冲我笑了下 那笑容我看后顿时赶到背后发凉 赶忙解释道 不不 姐姐你最漂亮了 我特么就没见过比你还漂亮的 连我老婆心还结义都不如你漂亮 一时间我被吓得予无伦次 用尽毕生所学把她一顿夸赞 她貌似听得很认真 一直不断地在那笑着 终于夸了半天 我辞穷了 只好哀求道 美女啊 我天生胆小 你就别整我了 就把我朋友放出来吧 我俩以后再也不来这了 此时我一直纳闷地在想 这鬼在这好好的 难不成青枝已经被这鬼给害了 可是她害了青枝 为何不对我下手呢 正在我琢磨时 她就说道 我想请你帮个忙 可以吗 只要您不要我的命 让我帮啥忙都行 我被墙上的这些东西困在这很久了 你帮我撕掉它放我出去行吗 我顺着她手指的地方看去 只见上面贴满了符咒 我顿时有些犹豫 不知道她是真不想害我 还是因为这些符址的原因 没能力害我 此时 这女鬼貌似看穿了我的心思 说道 你放心 我不会害你的 我只是不想整天待在这地方 这些东西一直贴在这 我想去投胎都去不成 你就帮帮我吧 那这样吧 你把我朋友放出来 等我见到他就给你 把这符址撕下来 你朋友太凶了 一见面就喊打喊杀的 我有点怕他 这样 你帮我把这东西撕掉 我就带你去见他怎样 不 不行 你必须先带我见朋友 确认他是安全的后 我才能帮你 说吧 这女鬼脸色越来越差 渐渐的露出了胸光 顿时 我愈加害怕起来 正这时 我隐约听到了 一阵清脆的铃声 随后又听到了 清脂的声音 小剑 千万别帮他私下扶植 听后 我转头看去 可身后 却没有清脂的身影 当我转过头来 却被吓到了 只见这女鬼表情 极为 浑身散发着 腐烂的气味 我顿时被吓得 赶忙冲出房间 他也在后面 嘶喊猛追着 就这样 我刚跑到楼梯口 忽然感觉 一张冰凉的手 吓住了我脖子 顿时 我呼吸困难了起来